接着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张盈颖在美遭绑架的事件 此案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的8月28号进行停前会议 并于9月12号再次开庭 不过嫌疑犯克里斯滕森 他的律师团队向法庭提交了动议 要求对停前会议和审判延期 当地时间的8月28号 美国伊利诺伊中部联邦地区法院就此案举行了听证会 批准了延期案件审理的动议 美国中伊利诺伊联邦地区的检察官也表示 由于掌握的证据信息大同意此项动议 联邦法院最终将案件审理时间定在了2018年的2月27号 审前的听证时间为2018年的2月12号